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疑惑 明明市面上卖的红罐装的 加多宝和王老机 合着一个味 为啥却有两个品牌 而同为王老机牌子的绿盒装 和红罐装的味道 却有些不一样 这是为啥 大家所熟悉的红罐加多宝 在有段时间 却改成了金色的罐子 电视上大家所熟知的广告语 怕上火和王老机 后来却又出现了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 改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的广告语 听习惯了改啥名呢 有那必要吗 其实在我们看到这些表象之下 却隐藏着王老机与加多宝 长达11年的恩怨情仇 而指的战争甚至将 超越可乐市场的中国凉茶行业 直接给脱废了 今天摩尔就带您了解一下 加多宝与王老机背后的故事 视频比较长 长按点赞并收藏 是对摩尔最大的支持 谢谢 王老机加多宝广耀集团 错综的关系 在说加多宝与广耀集团的战争之前 有必要了解一下 起初这俩到底是个啥关系 王老机凉茶是清朝道光年间 王泽邦创立 去世后有两个儿子在国内 一个儿子去了香港 所以王老机凉茶的配方 就流传到了内地和香港 1956年的时候 国内公司合营中 王老机品牌被合并到了 广州阳城药厂 而这个厂子就归属于广耀集团所有 所以在国内的王老机商标 是广耀集团所有的 这就没啥意义 而在香港的王泽邦后人 也拥有粮茶配方 王老机商标在不同法制区域 分属不同的主体所有 所以就造成了香港的王老机 做出来的王老机粮茶 只能在香港卖 不能到大陆卖 而在大陆的王老机 也不能卖到香港 在香港一个叫陈宏道的老板 手底下有个叫加多宝的公司 这个人知道这款粮茶有潜力 1993年就找到了香港的王老机后人 买断了王老机的香港配方 但香港区区几百万人 市场实在是有限 所以就把目标描向了内地 但是因为在大陆卖王老机粮茶 不能用自己香港的王老机商标 所以就只能找到广耀集团 通过租赁王老机商标的形式 来运营王老机粮茶 当然那个时候 王老机在南方地区已经是小有名气了 如果要买断商标 广耀肯定是不同意的 毕竟是老字号 也是受国家保护的 所以最终在1995年广耀集团将品牌 授权给香港的加多宝集团 这样似乎就是多赢 广耀集团主义是做药的 并没有多少心思去做一款粮茶饮料 而看中了粮茶市场的加多宝集团 租进品牌来做粮茶挣钱 大家各取所需 而广耀在1997年的时候 看到了接受的王老机品牌的加多宝公司 把粮茶做的是风风火火也掩馋了 于是就让下属公司也去做了个绿盒王老机 算是蹭拨红罐王老机的流量 这样做的确是不太厚的 但是加多宝的老板陈宏道 为了不得罪王老机品牌所有者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所以咱们也就理清了这极致的关系 加多宝公司拿着香港王老机的配方 通过广耀集团的品牌授权 在内地卖红罐王老机粮茶 绿盒的王老机则是广耀集团 自己旗下的公司生产的 所以虽然是同一个配方 但是不同的厂子生产的 所以味道也是有所区别的 但是10年 这个时间真的可以改变太多的东西 市场在变 人心也在变 到2001年的时候 陈宏道看到粮茶行业前景光明 就以每年500万的品牌使用费 再续签10年到2010年 到2003年的时候 陈宏道感受到了 作为地域性的粮茶 在全国的潜力 我们来看出数据 2003年红罐王老机的销售额是6亿 增速明显 而当时他的预测是 到2010年会有百亿的规模 但实际上到2010年的时候 销售额已经可以达到190亿 如此快速的增长 当再次续签合同的时候 就不会是几百万了 而很可能品牌授权费 一年就是几亿 十几亿来计算了 所以颇具商业眼光的陈宏道 就通过一些不可告人的手段 与广耀集团签署了一份补充协议 广耀集团同意授权时间延迟到2020年 但即使是再续签 陈宏道始终明白 自己不管做多大 脖子上始终套着绳子 被广耀集团牵着 摆脱广耀集团 只是早与晚的问题 达姆克里斯之见终将落下 时间来到2010年 广耀集团在人民大会堂 隆重的做了一个王老基大健康产业战略计划的发布会 没想到这竟成了广耀与加多宝撕破脸的导火线 这个发布会上公布了一份品牌价值评估证书 王老基品牌价值达到1080亿 堪称当时中国第一品牌 于是决定收回王老基的品牌 顺势打造一个王老基健康产业 随后的加多宝怒了 把公告说 王老基红罐凉茶是加多宝这么多年 投入巨资苦心经营的 加多宝公司与广耀集团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而发布会上 所使用的王老基的图片 数据都未得到授权 不应擅自列入广耀的资产 这让二者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广耀说2010年合同到期了 而陈宏道说 有补充协议到2020年才到期 争执不下 就只能对簿公堂 商标之争 于是广耀就爆出了陈宏道的黑历史 2003年 陈宏道为了能把授权延期到2020年 于是通过贿赂广耀集团原总经理 李一鸣300万港元 来达到补签协议的目的 再加之陈宏道在诉讼过程中 避重就轻 摩扬公故意拉长诉讼周期 实则是为了给自己的去王老基化 争取时间 2012年1月份 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批 一面印着加多宝 一面印着王老基字样的宏观 甚至当时的网友都说 是不是遇到山寨祸了 这其实就是陈宏道最后的杀手锏 让人知道 不管是加多宝 还是王老基都印在一个瓶子上 那这两个就是一压的 好为将来把王老基去掉后 人们就会更容易的接受加多宝 不得不说陈宏道还真是有一手 仅仅两个月后的三月份 王老基的名字就彻底从宏观上消失了 真正的变成了加多宝 又过了两个月 5月9号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 加多宝败诉 广耀集团拥有王老基商标 加多宝只拥有一定时间的商标使用权 并且对于贿赂情况下签署的延期品牌授权 没有法律效力 所以陈宏道在知道自己最终败诉的两个月前 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为加多宝品牌备货了 当广耀集团在发布会上说广耀集团大获全胜的时候 殊不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帷幕 广告语之争 当宏观王老基变成加多宝字样的时候 铺天盖地的广告随之大规模铺开 怕上火现在喝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宏观凉茶改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中国每卖十罐凉茶七罐加多宝 怕上火更多人喝加多宝 配方正宗当然更多人喝 听听这些广告语 没有一个字提到王老基 但是只要你听到这个广告语 潜意识已经在告诉你 王老基改名叫加多宝了 广耀一看这广告顿时就炸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不是在侵占我王老基商标的无形资产吗 广耀一直诉状把加多宝告上法庭 拉开了加多宝与广耀的广告语之争 加多宝为了成功上位 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而曾经自己一手养大的王老基 就成为了最好的电教师 被踩的广耀也不是吃素的 针对加多宝的各种广告语 也是连番诉讼 从2013年12月一直到2014年11月 一年间 加多宝的广告语 在无常诉讼中全部败诉 十罐七罐 加多宝凉茶 全国销量 遥遥领先等等的都被判删除 并要赔偿广耀集团 自己曾经花了38亿打造的广告语 怕上火和王老基 现在却不能用在自己另外一个儿子身上 怕上火和加多宝 也是很悲催 不过在加多宝的多次上诉之下 最终在2020年6月18日 最高法终审判决 加多宝集团 使用怕上火和加多宝广告 不违法 但是却是广告语诉讼的第七个年头了 七年里 市场受众人群 社会都在发生改变 而迟到的广告语 还能不能适应如今这个时代呢 宏观之争 2012年 在拿回王老基商标的广耀集团 随即就推出了新版的红罐王老基 一直以绿合式人的王老基 终于走向台前 所以在市场上就出现了包装机器相似的 加多宝红罐凉茶和王老基红罐凉茶 两者对于红罐凉茶均向法院提出主张 都觉得自己享有红罐包装装潢的独家权益 并都指出对方侵权 加多宝被裁定 不得使用王老基商标之后就格公喊话 加多宝的红色罐体包装系加多宝的专利 广耀不能使用红色罐体 而广耀则说 红色罐体包装是依附于王老基商标的 后来就为了造势 加多宝还向媒体展现了自己的后援团 有30多位来自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政法大学的法学界权威人士 联合签署了支持加多宝的意见书 广耀也不示弱 也请来了大量专家前来助阵 俨然成为了法学界的辩论大会 随着广耀推出新版王老基包装之后 就从红罐之争上升到了专利权 商业秘密 商标权 著作权等等等等 涉及到企业知识产权的全面争端上来 可以说加多宝与广耀 简直就是陷入到了诉讼的汪洋大海之中 2014年11月 一审结束 加多宝败诉 要赔偿广耀1.5亿经济损失 这也就意味着加多宝不能再使用红罐了 随后在2015年的4月份 就开始换装金罐加多宝了 加多宝的回应说 是因为产品升级而做出的改装 跟败诉无关 但真的跟败诉无关吗 加多宝表示不服 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优秀律师进行翻案 随后就上诉至最高法院 又是经过三年 2017年8月16日 最高法判决 双方在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 共同享有红罐王老基凉茶包装装潢的权益 接着奇迹的一幕出现了 加多宝经典红罐回归 一直到今天金罐几乎都看不到了 内容有限 无法完全展示 加多宝与广邀之间的 旷日持久 反反复复 酷为原告被告的诉讼站 当这两指还在寻找对方命门的时候 殊不知 整个市场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1年的拉锯站 也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 动用社会媒体资源最多的商业案例 不禁令人唏嘘 本来超越可乐的本土饮料行业 就这么葬送在老大与老二的殊死搏斗之中 假如陈宏道大度一链 就多给广耀一些授权费 假如广耀不那么贪心 不想着摘取别人辛苦种下的果实 可能结局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吧 只是哪有那么多加入 而两家打得正憨的时候 在街头巷尾 却出现了近50多万家的县主茶店 这简直就是对凉茶行业的降维打击 我没想跟你竞争 但却不小心把你打击了 在面对位于超市里 同一促销区的王老吉和加多保的时候 你是愿意选择王老吉还是加多保呢 说说你的理由 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 感谢关注猫眼儿的频道